走着我们出去外面逛一圈 看看这一边的外面是什么样吧 昨天到了之后还没怎么细逛过 酒店大堂晚上看着是不是特别豪华 像五星级的是吧 今天有一个大麻烦 就是说我们可能吃饭吃不了了 先大家介绍我旁边有个朋友啊 哥们你叫什么 我叫伟 阿伟叫伟哥 阿伟阿伟哥吧 然后那个我们今天两个是出去逛一逛 阿伟哥是为了在伊拉克去买一个手机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为什么买手机要来伊拉克 现在你看街头开的餐厅比较少了 因为是穆斯林的摘月 所以我们今天吃饭是大的问题了 你看旁边这家店现在就没有开 全家餐厅都没有 对所以那现在吃饭的话就得拼用气了 对 诶前面那个房子是什么 前面那个就是这边最古老的伊拉克城堡 城堡那个还算城堡啊 那叫做城堡 哦 阿伟哥的城堡 那像这边就有点破败了 你看那个音箱 我都感觉那个 比我岁数多大 音箱还在卖的 而且 啊那个还在卖啊 对 你要去那个巴扎 那个巴扎里面 那种很破的破鞋还在来买 哎对了 所以说你手机的事儿你在这边买的是苹果13 Pro Max对吧 对 然后呢价格 26G的价格是1290美元 256G 对大概是8200多不到8300块钱人民币 哦哦那你在的话应该要便宜个 嗯七八百块钱啊不五六百块钱 那土耳其呢 比土耳其便宜的快五千块钱 土耳其为什么那么贵啊 嗯 土耳其的话它的收税比较贵 哦 它的电子税的话包括手机的税的话就是全世界最贵的国家之一 哦 特别特别贵 就算你普通的手机你外国的手机你过去如果你用过三个月以上的话就用不了的一个手机卡 嗯那我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说土耳其电子产品最便宜我只想去问问他 哈哈哈电子产品是最贵的 不过其呢都跑到周边国家旅游然后买电子产品啊 但是如果你外国的手机你用了三个月之后用不了的话 你就得交个什么呃 两千块钱啊几千块钱的手机税你才可以用 就根据你的手机的贵还是便宜的就可能税少一点贵的就多一点 哦这边的店是看来早就没开啊 哇像这个你敢你敢进去吗 这种对他们普通的住的房子 咱们稍微就看一看对吧 往前继续走一走 这边就比较稍微破败一些了啊 其实这个地方是他们最中心的地方 啊这是最中心的呀 对这个城堡就是整个阿尔比德城的中心 现在有人住吗 有人啊 就这里还有人住啊 旅游圣地啊 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全部都是人 啊 啊 上面全部都是旅游的人 就这边旅游啊拍照啊 全部都是人坐满的 昨天给我们感觉就是好像到了印度的一样 哈哈哈哈 密密麻麻全说 啊 昨天星期五再加上就是开 就摘月的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有关 嗯 结束之后就是开摘节啊 摘月结束之后就是开摘节 开摘节会有什么庆祝活动吗 是一个他们伊斯兰比如说三大节之一嘛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目 相当于就相当于你饿了一个月了你终于可以吃饭了 你说这个节目说不重要 哈哈哈哈 明白了 哎你这对这个穆斯林了解这么多 你是在其他国家定居过吗 就是穆斯林国家 我在礼拜待了八个月在土耳其待了六个月 嗯 那有个习惯就是爱熬夜 他们一般都是中午吃早餐 然后下午下午吃中餐 晚上十二点一点钟吃晚餐 吃晚餐 对 我说熬夜熬到个四五点钟睡觉 就是东东的都是这样的 伊朗那边都是这样的 哦都是一样的 我还说上一次我来到这个就是 土耳其也好伊拉克也好感觉这边的人都晚上不睡觉似的 对他们因为他们白天可能比较乐 然后他们白天可能就就起的也比较晚了 嗯嗯嗯 白天也不怎么出来 然后晚上就都出来了 反正他们这个作息是这样 其实现在我觉得你们过来要是玩的话也是蛮好的 因为三四月份其实伊拉克也好啊 土耳其也好 它没有那么热 一到这个七八月份中东这一块就干 而且我觉得这个这个习惯嘛 嗯 可能跟灾月也有关系 因为灾月是太阳下山之后才能吃东西 哦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会很晚比如说 四五点钟还在吃东西 因为太阳上山之后就不能吃了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跟灾月有关系 然后把他们这个习惯给养 然后他们就晚上吃东西 然后白天不吃东西 像这种枣现在也是可以去买的 如果饿得实在不行了对吧 其实那天买的是像这类似于沙棗 你知道吗 在我们西北那边也有这种棗 这边有一些书店 哇这边穆斯林的文字 我是真看不懂 就像是在泰国待了三年 我面前能够看懂一点点 又是一个香水店 这边我觉得男人女人都是 都是卖蜂蜜的 哦看错了看错了 还是真是蜂蜜店 但是特别香 哦左边是香水 右边是蜂蜜 你看你看 这边是这个画像你认识吗 这个人 当地的明星 当地的明星 伊斯兰的明星 不是朋友的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哦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哈喽 你好 S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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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这个 这是卖香皂的 到了这一边就稍微人多了 然后这旁边有一个清真寺 你看这里停了很多出租车 哦那边的街道有很多店面在开了 但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个 哈喽 没有这个餐厅 没有这个餐厅 Good thank you 哈喽 呃 有蛋糕可以卖 这里有蛋糕和饮料可以卖的啊 算是饿不死的 小朋友又在干嘛 因为你要钱的 问我要钱的 我没有钱了 或者就是卖纸 卖纸 卖袋子啊什么的 一直在抓着 看你外国的就跟娘了 我是因为我用不了纸啊 我又不是女生对吧 哈哈 哦一直在抓着我的衣服 幸好旁边有一个大人拦指住了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小孩子 为什么就是你有一个会有两个三个四个全冒出来 主要还有一个原则 这样也不太 嗯 哦 你说这是他们当地最繁华的呀 对 等会等会 还有吧 还有啊 这一块 他们等于是他们一个中心的一个商业中心 他们还是喜欢这种西装之类的啊 嗯 他们会比较正装一点 嗯 这边卖的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 嗯 哎你不是在伊朗有生意吗 你是做这个什么生意的呀 在伊朗里面我是过去谈生 哦 挺好的 现在我们进到这里面 你们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正儿八经的融入这个穆斯林国家了 因为在这个市区的话感觉就实际上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城市啊 也不算破破烂烂吧 就可能是发展没有那么快 这是伊拉克第四大城市 第四大城市啊 对 嗯 嗯 库尔德人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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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叫这边叫做库尔德斯坦 右边这边是卖咸菜的 你看好多人在排队 我能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啊 然后他说这个是开了很久了 1983年开的 很热情的再给我们推荐一下 这是酸黄瓜 酸黄瓜 他不会说了 走吧 希望不要想歪了 真的会 到了这边的确是比较繁华 你看这边商业区 对 这个是电子产品一条街 电子产品一条街 中国制造一条街 反正我是看到了小米三星 还有其他的 华为 华为 对 满大街都是小钱乡换钱的 这里也是 哇这一排都是换钱的 我看到了很多的欧元和Dollar 哇这全都是换钱的 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在这边换钱 比在土耳其要方便 在土耳其我们换钱的时候 找半天 你看这边 这不是二手的那个 手机交易吗 这个白色的柜子上面 这边都是二手的 我现在看不见了 都是二手手机的交易 这条街怎么 有点那种广东那个 对 华强北的那种感觉 然后 我以前 11年的时候在 广州的时候 有一个村子里面 就类似于这样的 看后面这个餐厅现在都也是用这个白布遮起来了 就是不对外营业了已经 那我们到现在都没吃到饭 也没喝到水 满大街几乎都是男人 我只看到了一个女人 就是这个非洲女生 其他几乎很少 现在这边的吃的我们只看到了甜点 然后喝的话只有这个果汁了 而且只能是外带啊 很多人都是外带回去的 至于在路上的我连个茶馆都没有看见 我们进到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大的巴扎 然后但是看了一下商品的话主要也是以电子产品为主 然后呢其他的销售比较多的就是衣服了 啊我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围起来就是说是开门的 不能给别人看到 就是说我们能进去里面喝是吧 啊 这个唯一营业的茶馆 然后现在外面是用这个帘子挡起来的 应该是吧 来我们喝一口茶了 哎不对 这个不礼貌 我们用右手 哇要躺 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看到了 其实在这个里面喝茶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 年轻人呢就我们两个人 那在他们的摘留期间呢只有年龄大的 或者说是妇孺老人怀孕的 可以去吃饭吃东西喝东西对吧 对 还有这个小孩子是可以的 但是年轻人呢就不行 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就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子嘛 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子嘛 对对对 游客也可以啊 游客也可以啊大家不要担心 没关系的 但是尽量也不要去尽量你去吃东西吧 对 你不然在公平的吃饭吃东西 会不会影响到别的呢 对啊你想想人家饿了一个月了 你在那大吃大喝对吧 人家是心里是什么感受 就像你说的 能不给你积眼吗 对不对 我们喝完茶了 现在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摘月的事情啊 在摘月呢 其实整个穆斯林是非常友好的啊 刚才我朋友跟我说 我们来的也比较巧啊 因为这两天我们感受到特别的热情啊什么 他说其实在穆斯林国家 尤其摘月的时候 他们类似于做功德要必须要帮助人 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热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还有一个啊就是在这个摘月的时候 尤其是饿了一个月的穆斯林呢 脾气有点暴躁 尽量就是不要去招惹 因为大家都是低血糖 饭也没得吃水也没得喝对吧 饿一天饿得凉也冒金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稍微小心一下 这就是摘月 那我们再待会看一看去什么地方吧 摘月的时候一定要买点这个干果 为什么晚上饿了打打牙记啊 我买了两千的这个再买点 哈喽哈喽哈喽 这个叫果蛋皮 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 没想到在这边遍地都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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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